在歐洲的街上有許多文藝復興時的大理石雕刻 可時被酸雨侵蝕而表面鬆散 以上的敘述是何種變化 好這個當然就是什麼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答案選A 好你要知道碳酸鈣 碳酸鈣加酸的話 這個時候這個的這裡面的碳酸 碳酸鈣這個碳酸就會分解出二氧化碳 分解出二氧化碳 這個地方會被分解出二氧化碳來 所以答案是選第一個化學變化 第二 烏 可作為電燈的燈絲 最主要是烏是什麼 熔點高 當然這種烏絲燈現在在市面上比較少見了 但是你要記得兩件事情 我們熔點最高的金屬是烏 熔點最低的金屬是拱 他在 也是我們唯一 常溫常壓下液態的 液態的金屬 這裡有一個水質糖 水質糖他是液態的金屬 液態的金屬 好這個老師補充一下 同學注意一下 第三 小安不小心將水 請導入冰糖中 他用什麼方法可以將糖跟水分開 好這是利用什麼 廢點高低的不同 廢點高低的不同 用什麼 蒸發結晶法 所以用結晶法 用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 把水蒸掉 就可以留下 原來的糖 好第四題 在火山地區 銀的事物容易變黑 這是為什麼 好因為火山地區容易有什麼 容易有硫磺 那你要照銀遇到硫磺 遇到硫磺 銀是一架的 硫是二架的 所以會 AG 2S 注意一下 這個是黑色的硫化銀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你有帶銀的項鍊 或者是戒指的話 你去泡溫泉要注意 它如果是硫 它本身是硫磺的話 這個溫泉是硫磺的 溫泉的話 很容易你這個 銀的東西泡下去會整個變黑色的 所以是因為銀跟什麼 銀跟 硫化氫 來 這個因為硫 那這本身是硫 那 因為裡面有一些什麼 硫化氫金屬 硫化氫氣體 這個硫化氫是氣體 這也是 那本身硫 硫 硫反應也會變成 黑色的硫化銀 那因為在 溫泉區它有一些因為溫度比較高嘛 它會有一些 氣體 這個是硫化氫氣體 硫化氫氣體這裡變成 AG2S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兩個都是黑色的物質 這兩個都是黑色的物質 銀遇到硫 銀遇到 硫化氫的氣體 這個都會產生 黑色的硫化銀 黑色的硫化銀 所以這個答案我們選 C 答案選C 銀跟硫反應 銀跟硫化氫反應 這是氣體 都會產生黑色的硫化銀 好第五題 下列哪一種混合物可利用水 跟濾脂 將兩種 不同的物質分開 那你要記得 這東西一定要 一個會溶於水 一個不溶於水 所以底下的硫酸酮 溶於水 砂不溶於水 糖溶於水 食鹽溶於水 唯一一個 因為砂 不溶於水 所以通過濾脂之後 砂會留在濾脂上 這是利用 顆粒大小不同來 分離物質 在下列物質質量變化的過程中 哪一個沒有牽涉到化學變化 好 碳酸鈣受熱分解出二氧化碳 質量減輕 好這是分解 好這是化學變化 乾冰受熱後 質量減輕 來乾冰這個V 它是昇華 昇華是物理變化 從固體的乾冰變成氣態的乾冰 所以是昇華 所以他問你哪一個 不是 化學變化 昇華是物理變化 所以這個題目 不是化學變化的 答案我們選 B B應該是昇華是物理變化 好 碳酸鈣跟 氯化鈣 產生沉澱 美在空氣中燃燒 燃燒氧化 一定是化學變化 那C是產生沉澱 A 它有產生二氧化碳 C 它有沉澱 碳酸鈣沉澱 第 第四個 鎂燃燒的話 會產生白色的氧化鎂 白色氧化鎂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化學變化 這些全部都是化學變化 你記得喔 化學變化 常見的化學變化 老師跟同學補充一下 氣體產生 沉澱 顏色改變 這從外觀我們就直接可以觀察到它是一種化學變化 可是不見得每一次的化學變化 都會有氣體 都會有沉澱 都會有顏色改變 這種 邏輯概念同學一定要記得 老師再跟同學講一遍 有氣體產生 有氣體產生 而這氣體是另外 另外 反應之後產生的氣體 有氣體產生 或者是有沉澱 或者是有沉澱 或者是顏色改變 比如說白色的變黑色的啦 紅色的變藍色的 顏色改變的話 這個都是化學變化 所以你就記錄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以圈圈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它包含在化學變化裡面 就是說 氣體產生一定是化學變化 沉澱產生化學變化 顏色改變 可是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不一定 會有氣體 沉澱顏色改變 老師 經常舉這種邏輯給同學聽 這就是好像白馬 白馬是馬 可是馬不一定是白馬 所以如果我問你說 化學變化一定產生氣體 錯 化學變化一定產生沉澱 也錯 但是如果產生氣體 產生氣體是化學變化 是對的 這種邏輯同學要注意一下 燃燒金屬鈉可以生成氧化鈉 如果再將氧化鈉 置入水中 可以產生氫氧化鈉水容易 依據物質的分類 金屬鈉 氧化鈉 氧氧化鈉 分別屬於哪一類 好 那 只有一種 它當然是屬於什麼 元素 這很基本 再來 NA2O N-A-O-H 老師要跟同學講喔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名字有一種特色 這個名字叫做氧化鈉 有一個化字有沒有 氧化鈉 這是什麼 氫氧化鈉 氫氧化鈉 你用 這是化學物的特色 什麼化什麼什麼 還有一種是什麼酸什麼 叉酸叉 比如說 我們最常見的 比如說硫酸 硫酸鎂 硫酸鎂 硝酸甲 這個名字裡面 這些名字裡面 有這幾個特色的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化合物 那還有一種就是什麼 它名字前面有甲乙丙丁的 什麼甲乙丙丁 甲乙丸 乙丸 乙串 這些東西有甲乙丙丁的 這三類 這三類 注意一下 化學是 它講出來學名有這樣特色的 都是化合物 所以根據這個我們就可以選出來了 納是元素 氧化鈉跟氫氧化鈉 氧化鈉是 化合物喔 那如果是氫氧化鈉的水溶液 它題目是講水溶液 把這個東西再加水 NAOH加水 如果它的話 如果是氫氧化鈉是化合物 加水你要記得 在我們國中課程裡面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只要是名字裡面是水溶液 或者是合金 這兩個是最常考的 這兩個 這兩個 一定是混合物 一定是混合物 你記好 什麼什麼水溶液 什麼什麼合金 這一定是混合物 要記好 所以它是 元素 氧化鈉固體是化合物 氫氧化鈉水溶液 它是混合物 所以正確的答案我們選 C 答案選 C 過濾法所得的濾液 為下列合者 好 必為存物質 必為混合物 可能是混合物 也可能是存物質 好 這個正確答案選 C 為什麼 它只跟你講說過濾法 沒有說過濾什麼 如果你今天你過濾的 注意 過濾的是糖水 那我們這個糖水就會 就會通過這個濾子 最後還是糖水 那個就是混合物 那如果你今天你過濾的 是 砂跟水 砂質跟水 甚至或者是 我們講說 一些燃溶於水的 物質 那今天水會流過去 剩下的就是這些 好 留在濾子上的 不溶於水的東西 那這樣子你過濾完之後的東西 是水的話 那有可能它就是什麼 存物質 所以你要看它過濾的材料是什麼 過濾的材料是什麼 來決定 最後的濾液是 到底是 是混合物還是純物質 好 下列有關溶解過濾的敘述 何者錯誤 這種溶解過濾法是利用什麼 顆粒大小不同 那顆粒大小不同的話 就是 有的會溶於水 有的不溶於水 所以 此種分離物質的方法屬於物理 對 過濾之後的濾液 必 為純物質 錯了 它是 可能是純物質 可能是混合物 要看它所用的材料是什麼 低於元素在常溫常溫壓下的顏色 何者正確 來 點 它是紫黑色的什麼 固體 你看它的部首 點 這個石頭旁 它就告訴我們 它是固體 所以A不對 硫是黃色的固體 哎 部首 硫是石頭旁 所以正確答案選 B 好 秀的話 秀它是暗紅色 你顏色要記起來 但是它水字旁 所以它是暗紅色的液體 所以 C不對 氧 氧是無色的氣體 我們空氣中的氧是看不到的 它是無色的氣體 它是無色的氣體 你看它部首 氣字旁 好所以正確的答案是選 B 答案選 B 過濾物由燒杯倒入漏斗時下列何者正確 A用乳頭滴管慢慢的將過濾物滴入漏斗中的濾紙上 以免濾液事件 4 利用燒杯堅存使 液體 鹽 撥棒流入漏斗中的濾紙上 以免濾液事件 好這就是引流 那這個整個實驗裝置 老師 給同學這一張圖 同學回想一下 這個就是什麼 溶解過濾法 溶解過濾法的裝置 老師現在圈起來這個位置 就是 我們要用撥棒把它引流 讓它不要 在 在勤到的時候不會流著到處都是 這個是用撥棒引流 所以答案要選第四個 加列哪一項描述 屬於物理變化 生米煮成熟飯 東西煮熟了 煮爛了 煮焦了 這都是化學 檀香點燃燃燒 燃燒氧化生鏽 這都是化學 牛奶在冷凍庫內結凍 這是什麼 我們講的 由液體 凝結 凝固 凝固成固體 這個凝固 凝結 這個都是屬於物理 所以答案是選 C 答案是選 C 巨具有毒性 則下列何者 下列日用品何者含有巨 日光燈有 它裡面有巨蒸氣 有 冷氣機它是冷煤 水銀電池 水銀就是巨嘛 所以答案就是假餅 冰箱裡面是冷煤 冷煤不是巨 所以答案是假餅 答案是選 第二個假餅 下列各現象 甲 糖溶於水 鐵釘生鏽 紙張燃燒 水結冰 哪一些是屬於物理變化 來 物質溶到水裡去 糖 鹽 溶到 這個叫溶解 這個溶 溶於水 溶解的話 這個是屬於物理 還有三態的改變 固體 液體 氣體之間的改變 這都是物理 所以答案選 甲跟釘 答案選 甲跟釘 答案是選 第四個 甲跟釘 生鏽 燃燒 氧化 都是化學 都是化學 如果表中的元素 常溫常壓下的狀態 跟顏色不完全 正確的 就是錯的 劉 看部首 固體 黃色 對 碳 看部首 固體 黑色 對 零 固體 暗紅色 紅0 紅0 好 注意 這個綠 綠錯了 綠 它就是黃綠色 這有讀 綠 它是黃綠色 它是黃綠色的 那同學 老師要跟你 特別補充一下 在我們的乳術裡面 還有這個佛 佛要注意一下 佛它是淡黃色的 佛是淡黃色的 這個 都是有毒 有毒的氣體 有毒的氣體 佛跟綠 顏色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這個錯誤的答案選 第四個 第四個 我們用綠子來分離 食鹽 水跟沙粒 就是一個可以通過 一個不可以通過 那當然是跟什麼有關 顆粒大小 所以沙粒 沙粒就被 綠子給攔截下來了 所以利用 容不容於水 然後顆粒大小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 第四個 答案選第四個 17題 銅 鈣 鈣 三個元素的符號 都以C為第一個字母 請問它的元素符號 這同學就一定要記了 銅是CU CU 鈣 CA 綠 CL 這個東西同學一定要加油 這個東西絕對不能在考場寫錯了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銅CU 鈣CA 綠CL 18題 甲 鐵生鏽 食物被消化 綠色植物光合作用 水受熱蒸發 酒變酸 以上屬於化學變化的有多少種 生鏽氧化燃燒 都是屬於 化學 食物被消化 或者腐爛 變酸變臭 都是化學 所以甲乙 好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 發酵作用 都是化學 所以甲乙餅都是化學 水受熱蒸發 水蒸發 沸騰 水 凝結 凝固 水蒸氣凝結 水凝固 這都是物理 所以唯一一個 這裡面只有一個釘 是物理 其他四個 都是化學 所以化學的答案有 四個 有四個 酒變酸 酒變酸 酒如果 曝露在空氣中會從 酒精因為有醋酸菌會變成 醋酸 這個都是化學變化 所以有四種 氫跟氧反應 生成水 請問水是什麼 水是H2O 化學是H2O 所以它是一種 純物質 純物質 它是一種純物質 它是一種化合物 化合物 你要記得 純物質包含 元素跟化合物 包含元素跟化合物 H2O是化合物 所以它是屬於純物質的一種 鑽石在真空或隔絕氧氣下加熱到2000到3000度C會轉成石墨 所以 代表說石墨跟鑽石是相同的元素 來重新排列 在空氣中如果加熱到80 度到1000度的高溫下起火燃燒 在空氣中 你隔絕 隔絕氧氣的話它沒有辦法 就不會燒 那後面是 空氣中燃燒 鑽石就會燒成二氧化碳 所以來 代表說 這個鑽石裡面最主要成分 當然燒完之後 燒完之後 會產生什麼 二氧化碳 所以答案選第四個 那你要記得 鑽石跟石墨 鑽石跟石墨它們是同樣的元素 鑽石跟石墨它們是同樣的元素 所以我們稱它叫做 銅 素 同樣的元素 不同的結構 不同的結構 叫做銅素易購物 不同的結構它們構造不一樣 銅素易購物 它們本身 是同樣的元素 可是有不同的 性質 然後有不同的結構 好 有素跟不同元素製成的 金屬棒 就是有不同 不一樣的 外觀不容易分辨 依線型國中的教材要分辨何種材料的話 最適合的方法是 測導電性 沒有辦法 因為金屬都有導電性 金屬也都有導熱性 所以這個是金屬普遍的特性 所以沒辦法分辨 材料 只有答案 選 C密度 因為密度 不同的密度就是不同的物質 不同的密度 延展性也是金屬的特性 金屬都有這幾個 A B導熱性 導電性延展性 所以用這三個方法是沒有辦法分辨金屬的 物種類 只有密度 不同的密度代表不同的金屬 所以測密度 好下一題 濃度30%的雙氧水溶液 30%的水溶液 水溶液圈起來 只要看到水溶液就物質溶於水 水溶液就是什麼 混合物 水溶液混合物 你記得 水溶液 只要是水溶液的名詞出來 合金出來 這兩個名詞出來的話 就是混合物 這個同學一定要 習慣 好有關金屬跟非金屬的敘述 何者錯誤 非金屬中的拱長溫下為銀白色的液體 錯 第一個就錯了 錯誤的答案選 A 拱它是金屬 它是液態的金屬 它的俗名又叫水銀 所以你要搞清楚 水銀不是水加銀 水銀是一種元素 水銀是HG 你怎麼背這個東西很好記 你看到沒有 這個拱上面不是有一個H嗎 有沒有 那底下告訴你它是什麼 液態的 然後這HG 這裡也有一個H 你就抓這個H 把這上面倒過來就是HG 有很多啦 AG HG 你不要弄錯 AG是銀 那這個是拱 所以它是 它是 它是金屬 金屬 所以A改過來改成金屬 好 銹是常溫下暗紅色的液體 看不守 對 金屬容易導熱 所以用來 做我們的鍋子 對不對 盤 那個我們 一般的鐵鍋啦 或者是 我們一般的加熱的 加熱水的鍋子 這些都是因為它比較容易導熱 所以C是對的 一般而言 金屬的延展性比較好 沒錯 延展性最好的是黃金 所以金屬的延展性比較好 非金屬敲下去容易碎裂 科學家發現第109號的元素 金屬該元素具有銀白色的光澤 能導電能導熱有良好的延展性 那代表它就是講金屬 金屬就是什麼 金字旁 所以這一題答案選A 答案選A 要找金字旁的 找金字旁的 好 我們看到下一題 夾 冰 的融化 點的昇華 汽油揮發 蛋白質在胃腸中消化 金氏物的打造 米 煮成 飯 化學變化的 來喔 融化 融化 冰融化成 水 水結成冰 牽涉到固態液態氣態的都是 物理變化 所以甲乙丙都是物理 甲乙丙物理 還有 霧也是物理 甲乙丙 還有霧 來這個霧老師要特別解釋一下 我們把一塊黃金 把它打造成金項鍊金戒指 黃金還是黃金 所以做 一個物質的切割 或者是把它磨碎 比如說我們把麥磨成麵粉 這都是物理 把木頭 大塊的切成小塊的 都沒有改變它的性質 所以這些都是物理 所以 是屬於 化學變化的 化學變化的就是 丁 根 脊 消化 所以這兩種就是丁根脊 消化 還有 把東西煮熟了 煮焦了 東西放著變酸了 變臭了 這個都是屬於 化學 好接下來我們看下一題 有一個化學反應是 甲 加 乙 變成 餅 則哪一個可能是對的 好這個同學你要特別小心 他沒有告訴你任何材料 那老師舉國中常 學到的 三個方程式 你至少要記得 氫加氧產生水 氫加氧產生水 這個東西 氫加氧產生水 有可能這是什麼 這是元素 這是元素 這變成什麼 化合物 他說 哪一個是正確的 他說丁 一定是元素 乙丁 一定是 元素 甲 可能是化合物或元素 甲 必定是化合物 好注意喔 他說丙 一定是元素 不對 光是看這個我們就知道了 他有可能是化合物 好他說乙丙是元素 這也不對 丙有可能 是化合物 甲可能是元素或化合物 為什麼 因為有 因為他們是兩個東西 他們有可能是什麼 好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所以 NAO 這是什麼化合物 這叫氧化鈉 氧化鈉可以加水 變成什麼 氫氧化鈉的水溶液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可能是 甲乙可能是元素 有可能是化合物啊 所以甲可能是元素或化合物 所以正確答案選 C 那他說甲一定是化合物又不對了 甲可能是元素或化合物 所以這一題答案我們要選 C 紐西蘭科學家 拉塞福 發現原子內的結構 所有的質量集中在中心核上 該核心所帶的電性如何 好 記得喔 拉塞福的原子模型裡面 原子核 他的原子核是質量所帶的 他裡面是帶鎮電的 帶鎮電的 原子核內 原子核的核內 他是帶鎮電的 帶鎮電的他裡面是什麼 子子 最主要是鎮電 子子帶鎮電 所以這個答案是選 B 答案選B 好下一題 原子是由中子子子電子 三種基本粒子所組成的 好 因為他給你圖形 那我們就來看圖形了 最簡單的 你看一下 現在圖形上面 黑色的圈圈 整個圖黑的是電子 所以電子要在外面 所以電子要在外面 黑色的圈圈 不會在原子核內 所以 B珠答案 B跟D的答案消掉 好再來注意 原子核裡面最主要的是 中子跟子子 就是 白色圈圈還有帶鎮電的 所以 正確的答案選 A 好同學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的原子核裡面 我們現在的 原子核裡面 他是 中子 跟子子 原子核內 那就是中子跟子子 所以這個 白色圈圈跟帶鎮電的 都是要在裡面 都是在裡面 所以答案選 A 下列有關中子的敘述 何者正確 中子繞原子核旋轉 不對 繞原子核旋轉的是電子 所以A錯 改過來 把中子改成電子 中子的質量跟直子 差不多 好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B 注意喔 這個考試的時候你要知道原子核裡面最主要的是中子跟直子 而中子跟直子的質量差不多所以他們兩個加起來 中子數 這個觀念要記起來 加直子數 中子數加直子數 就是我們所謂的 質量數 因為他們集 集中在原子核裡面的質量 所以我們叫做質量數 質量數 這個同學要注意一下 中子跟直子的質量差不多 集中在原子核裡面 好 中子比電子直子 較早被人類發現 中子是最晚被發現的 發現的順序是電子直子中子 所以吸錯 中子是決定原子化學性質的主要依據 不是 是直子 直子 是直子數 直子數又叫做原子序 直子數就是原子序 因為我們原子序最主要是用直子數來排 來排的 所以直子數 原子序是用決定 原素的化學性質 所以這四個答案裡面 唯一正確的 答案選 B 答案選B 好 下一題 甲一秉丁為四種原子 其原子序跟原子量 列於副表 下列有關 此表中各原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好來 我們看這個表格裡面 這個表格裡面首先同學你要去了解的是什麼 原子序跟原子量 原子量它就是直子加中子 直子數加中子數 我們直子加中子的話 叫做質量數又要原子量 那原子序呢 原子序就是直子數 直子的數目 好啦 那很簡單 好 假設這裡是A 這裡是B的話 那麼A減B是不是中子數 來 中子數就是什麼啦 很基本喔 中子數就是我們的原子量 質量數減掉原子序 就是等於A減B囉 A減B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很簡單的在這邊我們加一個簡單的一小格 中子 好 這中子就是像減A減B 所以1減1我們把它算出來 0 12減6 6 16減8 8 20減10 10 好來 算出來之後我們來回答問題 他說 假的原子核裡面有一個子子跟一個中子 子子 一個 中子是0 其實這個就是誰 就是氫 元素裡面 元素裡面原子核沒有中子的就是這個氫原子 所以這個是氫原子 好 所以假 第一個答案不對 假只有一個子子 以原子核子子跟中子一樣來 子子是6 中子也是6 所以正確的答案選B 好 中子跟子子一樣多 好我們看 C S32然後16為丙 原子的同位數 什麼叫同位數 同位數是要原子序相同 原子序相同 這不對 S32 S32 它的原子序是16 丙的原子序是8 他們不是同位數 所以吸錯 不帶電的丁 不帶電的丁有20個電子 不對 它只有10個電子 因為子子是帶正電 正電幾個 不帶電的話 子子數就是等於電子數 所以電子數是10個 第4個答案要改成10個 所以4個答案裡面唯一正確的答案我們是選 B 但原子跟氧原子的化學性質不同是 因為下列合者 A體積不同 B原子序不同 質量不同 中子數不同 好 你要知道 原子的原子序 原子序就是子子數 這個你不斷要複習 就是子子數 就是原子核裡面帶正電的這個子子數 用子子數來排列它的原子的座號叫原子序 好這同學要記好 也就是決定原素的種類 也就是決定原素的性質 所以他們兩個性質不同 最主要是什麼 原子序不同 原子序不同就是不同的 元素 不同的元素 好 有關於A Z X 好是某X代表某一元素的元素符號 下列合者錯誤 好這同學老師要跟 同學特別強調的 這個比較大的數字比較大的 它叫做質量數 質量數就是 原子核裡面的東西 什麼東西 子子加中子 那這個Z呢 這個Z的話就是我們的 子子數 兩個子 一個是質量 一個是子子 所以 A-Z 這個大的數字 A小的數字就是中子 原子核裡面的中子數 原子核裡面的中子數 這同學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比如說老師舉個例子 比如說氧 它有一個元素它是17跟8好了 17跟8好了 這個17就是它的什麼 質量數 17-8就是它的中子數 中子的數目 所以這中子就有多少 中子就有9個 那子子就有8個 這樣子了解嗎 知道這個符號 你就記得比較大的一定是 子子加中子 原子核裡面的東西 好那根據這個我們就可以回答了 Z Z是子子數 子子數就是原子核 決定 化學性質 對 A與Z的差是中子數 好 A與Z的差是中子數 對 A就是子子數 不對 A是質量數 所以C的答案錯誤 要改成什麼 Z Z才是子子數 Z才是子子數 好 那如果有一個 他們本身Z一樣 他說如果今天有兩樣東西 這個Z 這個叫做 子子數相同 原子核相同 中子數不同 這叫同位數 沒錯 同位數就是同樣的位子 同位就是同樣的原子核 所謂的同位數 同位這個位就是我們講的位子座號 位子座號 同位數就是什麼 子子數原子核一樣 中子數不一定相同 這叫同位數